很多人提到Volvo的三缸引擎T2或T3 在低速时会有明显的抖动 特别是刚起步或倒车的时候 今天我们来实测一下 这抖动到底有多明显 首先来看交车出气的情况 当时行驶了大约500公里 仍使用95-5000汽油 可以明显看到低速前进时水面非常晃动 倒车时抖动更明显 水面晃动幅度更大 不论前进还是倒车 抖动感都非常明显 接着行驶了于1500公里后 改用98-5000汽油再次进行测试 低速前进时水面晃动已经明显减少 对比交车出气的画面 可以看出明显改善 倒车时也是有些许抖动 但相比之前已好很多 从对比画面中可以清楚看到 抖动有明显改善 这次我们也测试了四缸引擎T5 来看看有什么不同 四缸引擎慢速前进时水面几乎没有晃动 倒车时同样非常平稳 没有明显的抖动 我们把三次测试的画面放在一起对比 可以看到三缸引擎经过磨合 并改用98汽油后 抖动已经明显改善 对于一般需求 我认为是可以接受的 如果您对抖动较为在意 还是建议考虑四缸版本